南橫公路 全台最後完工的一條橫貫公路 全長超過200公里 承載著無數人的山林回憶 同時也打通了來往台灣东西半部的交通 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最美公路 儘管13年來因為無數次天災 使得這條橫貫公路一度陷入衰微和凋敝 但他所肩負的使命 百年來卻從未變過 在南橫既沒有寬闊的車道 也不見宏偉壯觀的大橋 甚至往往只允許單向通行 被土石沖回的道路 不斷重新整建 大面積崩塌崩壁 觸目惊心 流失的邊波 生不見底 天災後 他看起來是如此的平凡 甚至讓人不悍而立 但是我覺得 並不是困難的邊波修復工程 或是一路上的山林美景 成就的南橫 最美公路之名 而是這13年來 在一次又一次的中斷下 那日復一日的堅持修復 才在時間的意義上 將南橫公路打造成了一條 你我心中最美的公路 南橫公路的美麗之處 南橫公路的美麗之處 就隱藏在這一份平凡之中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真的要幹一件大事了 這件大事呢 十幾年來沒有人幹過的 我們這個南橫公路 台二十線終於開放了 今天的天氣聽說是會下雨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是要勇敢的闖一波 在南橫呢 上面也有很多風景 雲海、人海、車海 我們三個海都要看到 對於這個南橫通車我也蠻興奮的 一直以來也收到很多觀眾 就是問我說 欸魯特你 南橫開動了你會去嗎? 然後什麼時候會去? 也蠻多觀眾這樣問我的啦 那我是覺得說 之前我就已經說到一日三橫了 所以想必這個南橫呢 我絕對是會去的 所以今天我們現在人 已經在了台南的馬豆 現在時間呢 三點十分 我們等一下三點半準備就要出發了 好不好 封閉了十年了 那我覺得第一天的人寵應該是會很多 所以我們還是早一點出發 然後先去美三口排個隊 我覺得啊應該只要一開始排在比較前面的話呢 基本上只要前面的車子走了之後 或者是我前面沒有車子了 應該是會比較暢同一些吧 不過我也沒去過 不知道 那我個人是覺得 再來就沒餘季了啦 那就想說 阿不然就先衝一波好了 所以這次的行程呢 其實就只有一開始我們從台南 高雄 到台東 然後明天呢 我們會從台東 再走原路 回到高雄 那下一次呢 我們再去一日三橫的行程 昨天晚上開始 我就一直有在看美三孔那邊的路況 然後 哇 半夜的時候 整條他媽都是紅色的啊 真的覺得這群人實在是有夠厲害的 非常的佩服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大家要塞就一起來塞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準備出發了啦 個女兒 YoYo 我是魯特 這兩三年來 陸陸續續有各種 關於這一條中斷了將近13年的南橫公路 即將全線通車的消息傳出 每次只要看到這種消息 心裡都是非常期待 同時也非常興奮的 不過讓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在前兩年 雖然通車的消息一直傳出來 但是每次的結果 幾乎都是延後開放 所以說真的 今年在聽到南橫即將全線通車 一開始我也是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啦 怕抱太大的期望 失望就會跟著越大 直到通車的公文正式出現 我才意識到 這一次是真的要通車了 心中突然有一種很不真實的感覺 沒想到在有生之年 還能見證這條公路全線通車 就像是洗了一波山溫暖 從懷疑到不真實 最後轉化成興奮 早上的四點我們來到了獄景 從這邊開始 我們也正式展開了這趟旅程 進入台二十線 有各位 現在的時間呢 接近四點十分了 我現在呢 來到了我們這個好鄰居 我們的Seven新淤赴門市 其實我們這趟旅程啊 南橫公路 就是從這邊開始 我身後的這條呢 就是台三線跟台二十的貢獻起點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往後面這條起 這條很熟了啦 大家應該都老朋友了對不對 我們上次帶觀眾去花東 然後還有之前很多是每次的旅程呢 經過Seven新淤赴門市之後 繼續往下走的 就是南橫公路 對於我們來說啦 南橫公路的起點 就是從這邊開始 剛才走巴士過來 旁邊那個走馬來加油站 已經有五六台在那邊加油了 然後剛剛呢 我們停在這邊 買個咖啡 剛才又有兩個路人 在那邊帶轉 他們也說他們要去南橫 我是覺得 四點這個時間點還在這邊 好像有一點太晚了 不知道上去會不會很多車 不過沒關係 我現在人他媽都已經到台南了 我們就是要勇敢衝下去好不好 Go Go 南橫公路西起台南市中西區 東底台東海端鄉 全線超過200公里 不過也有一種說法是進入山區後的台二十線 才叫做南橫公路 但是對於很常在山裡跑來跑去 每個禮拜幾乎都去台東的我們來說 還是會很不自覺的 看到台二十線 就直接稱呼它為南橫了啦 從預警出發 因為時間還早 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狀態下前進 隨著我們進入山區之後 周圍的溫度也開始降低了 柏油路上的雙黃線 一下子帶領著我們前進 一下子又引入夜色之中 在旅程的一開始 雖然沒有任何風景 但是心情卻是易於平時的興奮 比我想像中快很多耶 對啊 因為這邊其實到美山口大概在40分鐘就到了吧 差不多啦 對差不多啦 從獄警出發在騎了超過一個小時之後 離開了台南進入了高雄 我們也來到了賈仙 賈仙作為南橫公路西段的要衝 往北可以由納馬夏經過達納伊古到阿里山 往東可以從南橫公路一路通往台東 雖然今天一早我們出發的地方是獄警 已經算是山區的道路了 但是魯特覺得 南橫公路反而是在經過賈仙之後 才有那種往更深山前進的感覺 很有終極戰的feel 空蕩蕩的街道上 可以看見已經有蠻多騎士在這邊集合了 可見大家對於這條封閉了將近13年的公路 還是充滿著期待的 經過了賈仙之後 天色到了這裡也慢慢亮了起來 我覺得每一次在半夜騎車 雖然都看不到周遭的景色 但是騎著騎著 在接近黎明的那一刻 每一次都還是會很感動 從獄警開始到海端 里程大概是170公里上下 比起中橫以及北橫 里程還是算比較長的 里程長 油量自然就需要更注意 最後一間酒吧加油站 是在進入寶來前的中油寶來站 營業時間從早上的6點到晚上的8點 不過因為時間還早 經過這邊的時候還沒有開 加上這次騎的是我們的拉力 爽加92就夠了 所以準備等等到最後一間有92加油站 再加就好了 還沒開喔 哇 這最後一點 從麻豆出發再騎了將近2個小時 最後在早上的5點 我們終於來到了桃園 這裡也是我們今天從高雄 要往台東的方向 最後一間7 各位現在時間已經超過5點了 剛5點初而已 現在我們人在桃園國小對面的這間7 那這間7呢 其實是在這個南橫 從高雄這個方向要往台東呢 進來之後最後一間7 所以如果你要買什麼東西的話呢 在這邊一定就要先買好 再上去呢 就只剩下一些什麼名產啊找貨店的那一種店而已 現在就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點 5點上來又太早 6點呢 怕等一下是去梅山口又太晚 所以在這邊呢應該就不買了啦 等一下就直接進去出發 梅山口那個加油站旁邊 我記得還有一間小雜貨鋪 再過去那邊買 好然後現在天色已經漸漸亮了 可以看到這山的冷線呢 漸漸的出來了 非常的漂亮啊 光是在這邊呢 我就覺得 非常期待南橫 雖然這邊現在的時間只有早上5點而已 可是搞得跟中午12點一樣 非常多車 好不好 等一下準備出發 Go Go 可能是看到我們撲空了 當天有一位人非常好的觀眾 看到我面對著Seven 但卻進不去 所以還拿了兩罐水給我 真的非常感謝他啊 我們GET兩罐水 BY剛剛讓我們錄的 呃不知名 汽車車友 非常感謝他 雖然我現在講他可能聽不到了 非常感謝他 我們得到兩罐水了 開心嗎 開心 哈哈哈 真的沒有開 對啊沒有開 沒關係我們有水就好了 大家都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不過這一次我們真的是太早了 早到連蟲蟲都還沒起床 鋪了個空 雖然是最後一間Seven 不過因為位置是在山區裡面 營業時間也是要特別注意的 沿著台20往下走 再經過了桃園之後 風景也會開始寬闊起來 可能是因為一早都是在昏暗的環境下騎車 到了這裡天色才慢慢變亮 所以當我騎到這裡的時候 心中還是忍不住說了一聲 難痕 好久不見 我又來了 台灣的地形受到板塊擠壓影響 以山地所佔的面積最大 阿里山山脈 玉山山脈 中央山脈 雪山山脈 佔據了台灣大約70%的面積 而這些山脈又促使各種不同地形的形成 從山頂之上 到峽谷深處 盆地平原 到山地丘陵 這些地形被各種大大小小的道路連接在一起 原本封閉隔絕的地區 也因為有了道路的連接 經濟得以發展 生活得以發光 文化得以發揚 而在這些大大小小的道路 促進生活變得更美好的同時 也助長了天然災害的發生 道路 可以說是給了我們希望 同時 又帶給了我們絕望 痕跡水流不停沖刷橋面 已經讓橋面鋼基不穩 突然一城斷裂 橋先是斷成B4形 最後整個解體連帶影響整座橋 嚇到目擊駕駛 叫乘趕快叫頭 2009年的八八風災 南橫公路的交通一直時斷時偷 如今希望之橋遭暴漲激流沖毀 也造成 附星 拉芙蘭 眉山三個部落變成孤島 居民無法下山 當名為希望的橋樑 在建成後只有短短4年的時間 卻再度因為超豪大雨而被沖毀 復興 梅蘭 張山 眉山 原本應該要發光發熱的部落 卻再次成為封閉隔絕的孤島 南橫公路短期內通車的目標 似乎也變成了不可能 原本都在這 如今色彩繽紛的橋深 緊鄰陡峭的山壁修建 很難想像在暴雨來襲的時候 干涸的河床會以瞬間風雲變色 產生足以衝垮橋體的土石流 大自然的力量 令人敬畏 除了驚嘆 更多的是惋惜 直到我們前往的這一天 西床上 不對 說西床事物還是有那麼一點不正確 應該說是殺死堆吧 在我們前往的這一天 殺死堆上仍然有重機具 持續整治高度複雜的水紋 在還沒踏上南橫之前 我對這條公路是充滿期待的 但到了這裡 看到了滿目創意的河床 邊坡 雀躍的心情 馬上就被敬畏的心取代了 雖然通車了 但在現階段 如何延續希望 才是我們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沿著台二十線繼續往下走 高山聳立在我們眼前 隨著路徑彎曲 也跟著我們一起左右搖擺 在經過了復興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梅蘭 大早現在時間是5點56分 我們現在人到了梅蘭了 中游梅蘭站 高雄要去台東的最後一間 加油站 可是呢他們有酒吧 有酒吧的話就要在中游寶萊站 當時去霧台最後加的那一間 剛剛經過的時候呢 沒開 因為太早了 他好像6點才開啦 然後現在這一間 開了 但人非常多 目測 大概有60台超過 不要 大家不要只看前面 我們還有後面 後面大概還有三四十台 沒想過 就算我們現在這邊不加的話 現在以我們這個 CF300的狀況呢 我們現在卡在一個非常尷尬的階段 他現在騎了 里程 180公里了 然後我們到 下一間加油站呢 一定要到海端 就是台東的海端 才有下一間加油站 下一間加油站 距離我們還有101公里 我個人是覺得 不要冒險啦 不然等一下如果 上得去可是下不來 就尷尬了 所以我還是決定在這邊排隊 因為呢 就算我們前進到 推進到梅山口之後呢 那邊的車一定是比這邊還要多啦 不管怎樣今天來 我覺得已經做好打算 就是要塞爆了 好啦然後等一下我們就架個油 就繼續出發 2,000 years later 我們終於快到 終於快到我們了 我們排了快一個小時了吧 然後其實在這個 中華美蘭站旁邊啊 他有一個叫 雙鏡便利商店 所以如果你在下面的7-7沒有買到東西的話呢 送我移一下車 感覺開的比我預期的時間還要少啊 所以 下面的7-7沒買到東西 不用緊張 上來這個加油站旁邊呢 他有一間雙鏡便利商店 然後終於快輪到我們了 我們等一下見的應該是 4,000 years later 這裡是從高雄往台東的方向 最後一間92和95的加油站 因為剛剛經過中油寶來站的時候 還沒有營業 所以在這裡勢必一定要加個油 剛剛在桃園7沒買到補給品的話 這裡也有一間雙鏡便利商店 可以做最後的補給 在中油梅蘭站把油量補滿 接下來我們準備起乘 前往梅山口 過了中油梅蘭站之後 車潮在這裡瞬間多了起來 南橫在還沒全線通車之前 魯特其實就已經陸陸續續去過好幾次了 相信各位朋友一定也是 不管是從高雄到天池 還是從海端到向陽 雖然不是真正的貫穿整段南橫公路 但是不管是從哪一個方向 都可以感受到南橫的迷人之處 一直以來也是有著很大的遺憾啦 就是從天池到向陽的這個路段 遲遲沒有開放 也在我心中替南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騎了這麼多次 卻沒有真正的把它騎完過 將近13年的時間 我相信比起一路上的各種風景 能在封閉了13年之後 重新騎乘在這條 對我來說算是陌生的公路上 那種感覺一定是更加的吸引人 所以即使我知道今天會很塞 人會很多 天氣會很不好 但還是決定義無反顧 在開放的前一天 就先到南部住一個晚上 然後再隔一天的早上3點出發 在美景當作背景的狀況下 塞車 當然是可以忍受啊 我們現在進行排隊的儀式 現在時間已經超過7點 前面我是不知道還沒有開放啦 不過我們現在就現在這邊排隊 稍微給他排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要準備出發了 GO GO 真是進入南克 很恐怖了 而目前南橫公路上 還是有管制時間需要注意的 台客實現0105變道 梅山口到向陽的這個路段 在每個禮拜二以及禮拜四 全日是不開放的 剩下的五天 在我出發的這一天 公告的開放時間 則是從早上的7點 開放通行到下午的2點 可以從梅山管制站 以及向陽管制站 分別進入 另外因為山區的地質脆弱 所以在某些雨天的天氣 也可能會有臨時的預警性封閉 管制的時間 可能會因此有更動 大家如果有安排到南橫的行程 一定要隨時上網查一下路況資訊 才不會白跑了 過梅山口的時間是在早上的大概7點10分 當天的車真的很多 不過在通過梅山口的管制站之後 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塞了 魯特還是比較建議如果近期想要上去的朋友們 可以騎車的話 還是盡量騎車 會比較方便啦 而其實原本這一趟是要慶祝南橫全線通車 所以打算來一個一日三橫的 但是就在南橫通車前夕 換中橫崩了 所以原本一日三橫的計劃 也就跟著報銷了 只好等雨季過後 以及中橫修復工程結束之後 有機會再一日三橫 也正好趁這次剛開通 先來好好的了解一下南橫上 台20線 0105變道 對我來說 這最後一塊 陌生的區域 邁入早晨的南橫公路 風月無邊 千言禁秀 隨著太陽升起 柔和色澤 正慢慢的流向天地間 陽光經過明隧道的梁柱 穿透進隧道內 在台20 0105線 一開始映入我們眼簾的 就是好幾座明隧道 新建明隧道的地點 通常是崩閉 或是無法整治 甚至是有可能滑動崩落的邊波 明隧道就像是遮雨棚的概念啦 讓山坡上的石頭 在從崖壁上滾落 或是堆積的時候 不會直接砸到道路表面 魯特覺得在我經過明隧道的時候 除了看著隧道梁柱外的三世雄偉 明隧道也提醒著我們 這裡曾經是一個崩閉 是一處無法整治 隨時都有可能滑落邊波 再仔細看 南橫商的明隧道 橋樑 每一座都有各自的名字 有些是以地名命名 而有些 則是以人物命名的 像是分別紀念兩位公務段段長的 武雄橋 以及進京明隧道 又或是淮淨橋 在修建公路之時 他們因功殉職 以身殉道 為了通車 做出不朽的貢獻 隨著時間的巨輪向前滾動 流民的隧道 在將來 也許會因為歲月 環境的洗涤 而慢慢泛白 褪色 但是他們那種 治個人生死於度外的精神 卻會深深地烙印在你我心中 一路上放眼望去 連綿不絕的山 很少是一整片綠油油的完整樣貌 幾乎都是帶著一大片裸露的岩石 很像是傷口的樣子 13年了 或許不能理解為什麼一條路可以修這麼久 但其實只要自己實際走過一遍 不用真的走完全程啦 再剛過沒山口 就可以瞬間明白了 數不清經過了幾個明隧道與重建的邊波 隨著海拔爬升 溫度也逐漸下降 我們也來到了天然的冷氣房 天池 是地名也是池名 海拔將近2300公尺 原本與天空的顏色是一樣的染色池水 湖的形狀就像是一顆星的形狀 所以有幾個特別的名稱 高山之星 星湖 因為所處的地區處於高海拔 所以經常有原物聚集 就像是在天空上的池畔一樣 除了天池之外 這裡還有一座長青池 用來吊念當年必見南橫的時候 不幸因公殉職的116位工程人員 供後人感念昔日逐鹿的艱辛 以往台二十線0105變道 通車的終點也直到這裡 就必須迴轉下山了 沒辦法再繼續往快谷的方向 不過這一次我們終於更進步了 跨過了以往管制站的那棵樹 今天南橫公路算是幫我謝池了 以往我們在天池呢 我們只能到哪裡 到那棵樹 我們每一年都比去年自己更進步 像現在 我就比去年更進步 最後一間公廁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從高雄 要去台東的朋友 想要上廁所 不要冷 在天池就先上完 再從這邊往下過去 因為下一站有廁所的地方是在向陽 請你喝 太感謝了 感謝你 感謝你 我們今天呢 是屬於乞丐行程 來看一下我的寶寶裡面 這個是剛才在梅山口給我的 那個大哥給我的 這個是在桃園 7 那個大哥給我的 小弟一路上走來 承蒙大家的環照 看到你很開心耶 謝謝 我看到你們也很開心 我們會不會等一下可以在亞口賣咖啡 哈哈哈哈 因為之前亞口聽說好像有一個叫 黑輪伯 就是他都會開車上去那邊 然後賣 很多年前的那個我也沒吃過 我們現在收集兩杯咖啡 兩杯礦泉水 那我們等一下呢 阿不然我們等一下中途挺多一點 然後等下剛剛被擠到那邊全部都是然後我們就可以賣 今天的油錢 得到補貼 開心 GO 而這一次來到這裡 我的注意力反而不在天池上面 而是在這一塊天池旁邊流失的邊駁 去年來到這裡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有用空拍機 記錄下他還沒修建完成的樣貌 在通車的最後前戲 有兩處崩塌點 對於南橫權限是否能暢通 是至關重要的 而其中一處就是這個位在天池旁邊的流失邊駁 長約260公尺 流失的坡面高度超過整整一座101的高度 連藏青瓷在他的旁邊 看起來都渺小無比 說壯觀 是真的蠻壯觀的啦 但比起壯觀 也真的無法想像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 工程人員們是如何把流失的路基填補回來的 其實從梅山口上來到天池 路況可以說是非常好 路面上沒有石頭 連之前很常出現的砂石 這一次都沒看到 不過需要注意的路段 大概就是在過了天池 準備進入快谷的時候 我們會經過唯一一段 是布滿砂石 需要offroad大概 5公尺的路段 石頭啊 他媽比車還要大耶 車子那台吉普車在上面 還是那個修理車在上面 看起來超小台的 offroad了 接著繼續往下走 我們也來到了南橫公路在高雄這一端 最後一個景點 快谷 周圍的林象以及溫度在這裡開始出現了變化 有紅塊、雲山以及扁駁所組成的原始林 因為地處的位置比較偏遠 因此快谷受到的破壞 其實算是比較少的 陡峭的山壁旁邊 還維持著 遠古以來的天然面貌 一株株千年巨大的神木 就聳立在這雲季之中 來到這邊不要忘了停下車 好好享受自然的森林域 不過還是要注意 因為在快谷 兩邊的停車位比較少 基本上也都是車停滿的狀況啊 加上這裡也是塔關山的登山口 所以位置的話 基本上都是爆滿的 這一次經過的時候 也沒位置可以停了 所以只好繼續往下走 下次有機會 再來漫遊快谷了 其實蠻漂亮的 但是 看找了一點大自然的恐懼的感覺 我相信這個在爬山的人呢 應該會很常看到這種畫面 可是 我們不爬山嘛 所以看到這個還是會覺得 我們有在騎越野車 所以看到其實也還好 會不會很常見 那麼剛才是 就是 提到大觀山隧道 就不得不先提到在整段南橫公路上 海拔最高的地方 亚口 关于亚口 很多人其实也很纠结这个土亚字 到底要怎么念 念亚 好像才是形容这个地形 不过我的电脑却打不出来这个字 而念雾 我的电脑才打得出来这个字 不过不管是亚口还是雾口 重要的不是他怎么念 而是他所在的地理位置 打开过于词典 这个亚字形容的是两三交界的狭小地方 南橫公路到了这里 海拔高度来到了超过2700公尺 正准备穿越中央山脉 而大观山隧道扮演的角色 就是让南橫公路只需要经过短短的615公尺 就能穿越中央山脉 从高雄的桃园区 到达那遥远的彼端 台东的海端乡 所以大观山隧道也被称为 戊口隧道 进入隧道之后 因为岩壁没有试作秤气 所以可以看见当初人工开凿 那种凋凿的粗犷 以及山泉水不断涌出的痕迹 隧道中不是以直线的方式贯通 而是稍微偏左行一点 为了双向的行车安全 才有了在隧道两侧 全台海拔最高红绿灯的存在 也因为这样阳光没办法直射隧道内部 所以在冬季低温来临的时候 隧道内还会产生冰柱 水泥铺装的路面 加上涌出的山泉水会滴到路面上 所以在行进的时候 还是要多注意前方的路况 大观山隧道穿越了中央山脉的主体 除了真正横贯的台湾东西部 也连接了中央山脉东侧与西侧的景观 从苍松峻岭到生活云雾 如诗如画又如梦 不过对我来说 这只是感动的起点 穿越观山领山 离开了西侧的亚口 我们也来到了东侧 而亚口在隧道的东口与西口 气候也是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 位于高雄境内的隧道西口 因为位于贝阳面 时常山蓝缭绕 云雾弥漫 风势比起东口也会小很多 而位在台东境内的隧道东口 山势到了这里会瞬间豁然开朗 无边无际 心无缕溪的溪水 受到阳光的照射 产生丰富的水汽 这些水汽在随着季风的作用 在气流的抬升与地形的阻隔下 一口气上升到海拔超过2700公尺 重新汇聚在一起 形成云海 再沿着地形往风口推挤 才造就出了云铺与山蓝奔腾的景色 对充沛的水汽来说 心无缕溪是他们诞生的地方 经过了遥远的爬升之后 他们重新相聚的在关山岭山 形成了一望无际的白色海洋 今天我们到了关山亚口的时间点 大约是在早上的9点 最远处的云海 呈现出一片风平浪静的景象 而靠近我们的则是波涛汹涌 碰到山之后在山头之间奔腾 几座山峰就像小船一样 在云海中乘风破浪 过了短短的不到20分钟 奔腾的云海就像是累了一样 虚缓了下来 原本在云海中漂浮的小船 也像是靠了岸一样 重新归于平静 而今天就像是一场大型车距 走着走着 就会遇到来自台东的好朋友 今天面交我们的硬碟 原本是想说叫他来台中拿的 可是他没干系 娘娘腔才会在什么 我家7本 我家巷口7面交 那个都是 娘娘腔在做的事情 我们哪里面交 来 报给各位看 南橫的顶端 关山崖口2722 没错 你愿意这样是因为 你就是台东人上来很近啊 就是这样 过去就向阳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 我就是不想去台中了 我现在已经在台东了 那个叫限界处不是吗 这里 我们站在高雄 这边没有啦 这边是台东吧 隧道口 以外是台东啊 隧道口以内是高雄 好像是这样子吧 好啦随便啦 反正你就是不来嘛 我们下次办一个大杜山面交好了 买一个20块的 几十块 50块的贴纸 买一个50块贴纸 就需要修到换一台车的钱 酒棚大山或面交 没问题的 大观山隧道 大观山隧道 那这个大观山隧道呢 它也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隧道 超过2700公尺吧 我记得是在冬天的时候呢 连隧道里面都会结冰 有冰柱的那一种 这一次它重新开放了 刚才骑经过的时候呢 它里面有很多那种 沙尘吧 那可能是因为它那个施工的关系 里面还有一些沙子 沙子还是什么 石头的那种粉尘 还没有处理好 所以里面还蛮雾的 来我们镜头take到后面的这个画面 满目窗疫的状态 那原因就是因为呢 之前八八风灾 累积强降雨吧 下爆了 所以它整片山体呢 可以说是滑落了 它现在大观山隧道后面 我不知道之前 它是不是有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轮胎啦 那我觉得 以我目前的认识 我觉得这些轮胎应该是防止那个石头 比较大块的石头掉下来的时候 它可以起到一个吸收 吸收冲击的作用 不会说这个石头掉下来的时候呢 直接整个隧道本体 就直接被砸碎了 又导致不能通行的 所以可以看到呢 我们走上来之后 这边有非常多条轮胎 在这个平台下面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就是它有很多那个 路标 然后以前的路标 然后是被土石冲下去的 现在当然是有点小飘雨啦 但是从刚刚呢 上来的时候 一整路上全部都大太阳 刚到的时候呢 天气还非常的热 是会流汗的那一种 那现在呢 已经开始变得有点冷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上来的话 即使是山下是大太阳的情况 我觉得你还是要带一个 比较厚重的衣物 保暖的衣物还是要带 之前听说就是有一个 那个欧伦北在这里 那现在呢 已经没有欧伦北了 所以 如果你要买吃的话呢 就要在山下那个 我们刚才今天早上经过的 最后一间Seven 这是加油站旁边的 那一个便利商店 先把东西全部补齐 之后再上来 好 然后现在呢 雨已经越下越大了 我们准备继续往下走 下一站等待我们是 象牙 除了云海景观 观山亚口这里还可以看见大自然的反扑 路标被掩埋 东倒西歪 在景观台下方 就是大便崩塌的崩壁 原本的地形也因为上方的土石大规模的掉落 景观可以说是跟风災前的样貌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大部分的人 原本对于观山亚口的印象 或许只是云海的风景很美 不过在欣赏云海的背后 不要忘了 还有无数名的无名英雄 在恶劣的天后之下 陡峭的山壁之间 下滑的陆基之上 13年来 日复一日的奉献与付出 那鲁特觉得 隧道东口的腹地 是比溪口还要宽广的 看到的景色 两边则是各有特色 也是蛮建议在隧道东口和溪口 都可以做停留啦 好好欣赏这片截然不同的景色 来到南横 刚刚经过的复兴眉山天使快谷 你可以不停留没关系 但是这个在南横上 分隔台东高雄两地的标志性地点 观山亚口 我是觉得 一定要停下来好好留个影啦 哈囉 嗨 拜拜 哈囉 拜拜 拜拜 哈囉 小兴棋 比赛 拜拜 拜拜 就好像心无履稀产生的水汽 开通的第一天 全台车友从各地前来 在南横公路的引导下 大家也重新汇聚 载着海拔超过2700公尺的 观山亚口 每个人都止不住笑意 一路排队上山 在周围都是这种美景的环境下塞车 时间 还是会觉得过得很快啦 南横在通车前夕的两个崩塌点 一个是在刚刚天池的边波流失 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亚口大崩壁 距离溪谷同样是超过一座101的高度 原本有超过130公尺的路基 是常常摊方的 经过亚口大崩壁之后 紧接着的又是一处规模巨大的崩壁 向阳大崩壁 当初修建的时候 因为不断遭遇好大雨冲击 最后用了122个货柜 当做路基底下挡土墙 才稳定的土石流 这也是为什么当天在经过的时候 还可以看见山谷中 有一点货柜的痕迹 要看到云海 首先就必须先穿过云雾 但是我们今天却是在看完云海之后 才准备穿过云雾的 离开亚口继续骑在南横上 两边的白雾也变得越来越重 从原本的仙境 到最后周遭一整片都是乳白色的景色 什么都看不到 温度也越来越低 在云口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有太阳 所以温度其实穿一件短袖还是很舒服 但是一到向阳 突然会觉得温度骤降了很多 所以到了这边 还是要注意保暖 从高雄往台东的方向 在经过向阳之后 海拔会急速下降 坡度也会越来越陡 幅度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来到这边 还是记得要注意前方的路况 宋代的爱国诗人陆游曾经写过三万里河东陆海 五千任月上摩天 其中五千任月上摩天 则是形容华山 爽入云霄 上摩青天 摩天有着迫近蓝天 形容极高的意思 在经过向阳之后 接着我们也来到了摩天岭 风暖未然独立 就像今天来到这边的天后状况一样 经常被农物覆盖 远远望去就好像跟天一样高 也因为这样 所以被称为摩天岭 不过近年来 摩天的景观其实正在改变中啦 原始的森林 变成了高冷蔬菜园 高山茶园 原本的林象 也逐渐失去了旧有的风采 摩天农场也是南横旅游的一个补给站 提供住宿的服务 在天气好的时候 视野辽阔 山林鸟宇深中 放眼所见 都是翠绿的山头 这段路中 我们从亚口的车距分开后 又在路上重新相聚 骑着骑着 也越来越多熟悉的面孔 在我们后方出现了 Lun Sang 柯 隐藏在这片云雾的后方 看起来与世隔绝的社区 是位于南横公路上的力道部落 力道部落在我去年来到东南横的时候 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平坦的和解地形 與這附近險峻的山勢對比起來 非常的不搭嘎 不說的話相信你一定不會覺得這是同一個地方 如果把阿里部落比喻成雲端上的部落 那力道部落就可以說是雲霧裡的部落 生來就在雲霧中 而我第一次見到力道部落 就是在南橫公路上騎乘的時候 從樹之間隱隱約約看到力道部落的蹤影 不過那一次因為時間緊湊沒辦法停留 所以在那一次之後我也決定 不管怎樣就算下雨 這一次一定也要在這邊停留 於是不到30秒的時間 我們也從南橫上來到了力道 力道部落是台東海端鄉內海拔最高的社區 高度超過1000公尺 在這裡的居民大多是布農族人 整個部落坐落在群山環繞的河街台地上 地勢平坦適合居住與耕種 在河街台地又分為好幾層 最底下的就是等待著我們的霧露峽谷 也是等等我們即將前往的地點 而在這裡的霧露國小力道分校 是台東最高學府 而這個高指的是海拔啦 那個底可以看到整個力道喔 很漂亮喔 在這裡的霧露峽谷 進到部落之後 我沒有就此滿足這樣的景色 隨著小進一路往上 穿過了一小段off road之後 騎乘了大概5分鐘 來到了這個景觀亭 從剛剛大關山 隧道 又騎了 應該騎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力道部落 因為去年我有來是那個 南韓公路東段嘛 那時候因為還沒有通 沒有全線開通 所以我只有去東段 東段的時候我就有經過力道部落 可是那時候因為 我也不知道耶 那時候明明就沒有什麼管制時間 也沒有什麼開放時間 可是我還是沒有騎進來 那這一次呢 我就想說更深度一點 我們就騎進來 我們剛剛從部落進來之後呢 騎這條路 來 鏡頭Tag Tag我們這條路 然後這邊擺了一點那個 這是水塔嗎 還是 應該是部落居民的用水吧 馬達什麼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涼亭 這邊 然後這裡呢 有一個景觀亭的字 你要小心喔 我覺得你應該會撞到口 各位 這個涼亭呢 這兩個柱子呢 來 要從這個角度 涼亭呢 這兩個柱子呢 再加上下面這一塊呢 構成什麼 構成一幅最美的力道部落 我試著用我那破爛的文學 來拼湊出 優雅的字詞 可是沒辦法 然後這邊上來 我覺得 走樓梯要小心 它那個坎蠻低的 我差點就是撞到頭 你沒有那麼高 差一點 樓梯上面有一點 有一點灰塵 我覺得這幅真的超棒 雖然這邊環境有點 不是那麼乾淨 可是真的 view真的很好 它這裡應該是之前 也是有崩下去還是怎樣吧 因為它那個 它這個護欄有兩層耶 你有看到嗎 嗯 然後在那邊有塌掉 對 應該是有塌掉 這個南橫都漫長塌下去了 我已經準備要來飛我的空拍機了 我們等等空中見 在景觀台可以俯瞰整個力道部落 很有世紀帝國裡面的那種感覺 四周群山環報 田園整齊有序 景觀優美 有如世外桃園般的寧靜 高海拔的氣候 帶來清淨乾爽的空氣 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把空拍機飛出去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我們現在身處了景觀亭 旁邊就是一大片崩壁 崩壁的更後方 則出現了更寬闊的視野 景觀亭配上大崩壁 加上從山頂宣洩而下的山藍 真的會想要讓人在這邊住上一個晚上 我想等現階段人潮退去之後 我應該會再訪力道 在這裡有民宿 在裡面住一晚 在立道部落我們沒有待上太久的時間 離開的時候天空已經飄下陣陣的細雨了 回到南橫公路上之後 我們接著繼續出發 就跟這趟旅程剛出發的時候 魯特提到的一樣 台灣的地形以山為主 山在形成的同時 也會創造出各種不同的地形 我們今天從高山峻嶺到奔騰雲海 再到河街台地 接下來 我們也準備深入峽谷 南橫到了這裡 明隧道幾乎是貫穿整個峽谷 不難想像工程進度到了這裡 難度依舊 而時間到了這裡就好像變慢了許多 烏陸峽谷位於海拔780公尺的幽靜山谷中 由新武呂溪的上游 烏陸溪以萬年為單位 往山中輕石切割 進而在霧路與濾道間衝出了一條 長約3公里的S型峽谷 形勢險齊 氣勢磅礴 從谷底拔地而起的兩面峭壁 以近乎垂直的角度 在狹隘的信污履溪兩岸矗立著 峽谷的山壁夾縫中 還會湧出碱性碳酸泉 高溫的泉水 會把岩層中的碳酸蓋吸出 時間久了 岩壁上就像是潑上了金黃色的顏料 直到現在在峽谷的各個位置 都還可以看見這些溫泉曾經存在過 溪流刻畫著大地的種種軌跡 在南橫上的霧路峽谷 就好比中橫上的泰魯閣峽谷 峽谷地形雷同 甚至連位置也非常相似 同樣都是在接近橫貫公路東側出口 這次來啊我在這邊永生難忘 我把別人的蛋打翻了 可是我這次來呢 我本來想說要看一下上次的鐵溝還在不在 可是已經找不到 那這次來也沒有人在這邊煮蛋 而且原本的那一口還被封掉了 其實到這邊呢 整段南橫也算是差不多四分之三去了 像我們今天從天池 然後到快谷 是高山的那種檜木嶺 大觀山隧道 出來之後呢 那個景致就是非常了闊的 然後我們再一路下切到現在的峽谷地形 最後我們出去呢 就會是有點像是平原啦 它是河床啦 河床其實它原本也是峽谷 只是它已經被沙石全部填滿了 很平的那一種 跟明八客戶橋那附近一樣 我這次來明八客戶橋的時候 我覺得 喔它旁邊那個啊又變高了 個人是覺得啦 它比較深幽 然後等一下出去的時候呢 它會變得了闊 之前我們是從 遼闊到深幽 這次我們是從深幽到遼闊 這趟的南橫 喚起了我 非常多的回憶 非常感動 明天呢 我們還要再也騎一次 非常的開心 GOGO 有來到屋路峽谷的朋友們 也不要忘了 在這裡的六口溫泉 可以讓你好好放鬆 泡個腳 去年來 我們從遼闊到深幽 這一次 我們從深幽到遼闊 接著繼續往下走 在屋路 其實我原本把屋路砲台 還有屋路領道都排進了行程 但是因為今天停留點 算是比較多的 空拍機原本的三顆電池 早在剛到力道的時候 就已經飛到美電了 還是跟我們重庭兄 再借了一顆電池 才勉強飛完屋路峽谷 最後也只剩下20%的電量 說真的要用三顆電池 跑完整段南橫公路 我覺得還是非常有難度的啦 所以屋路砲台 屋路領道 只好在今天回民宿之後 把電全部充滿 明天回程的時候 再順路拍了 從峽谷的深游 我們一路來到了池上寬闊 出來橋 這一次 全線通車 真的很多人在這邊橋 現在的時間 2點02分 我們終於他媽到出來橋了 我們從半夜3點開始騎 騎了整整快12個小時 那因為沿路我還有拍啦 然後慢慢騎 半遊 騎的也是蠻舒服的 雖然是出來橋 但是我已經沒有出來乍到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這邊 上一次我來到這邊的時候 是起點 這一次我來到這邊的時候 是我今天騎了這條路的終點 那今天呢 我們的行程 等一下到台東之後 出去是池上嘛 池上結束之後呢 我們會住在富岡渝港 住我高雲同學的民宿 上次那間民宿跑出來之後啊 我明明有在上面打那個 他的名字 可是還是很多人來問我 那沒關係 這一次剛好又有機會 所以我們等一下應該就往池上先走一下 海線走應該會走育長公路 然後再到長嶺 到了長嶺之後呢 再往富岡前進 我覺得南橫開通啊 真的是一件非常令人開心的事情 最感動的那一刻應該是 再過天池的那一瞬間吧 就是因為以往都是在天池就被擋下來 現在呢 我們天池直達海端 非常開心 準備出發 Go Go 在廣大無垠的稻田作為背景之下 全長870公里的出來橋 黃色的橋聲顯得格外醒目 這一次的行程比較特別 今天我們從玉井沿著台二十縣 一路來到海端 明天我們也要從海端 一路再沿著台二十縣回到玉井 所以到了這邊的時候 沒有繼續沿著台二十縣走進海端鄉 而是騎上出來橋接到台二十甲 最後到池上休息一下 接著準備前往今天下榻的地點 位在富岡漁港的海平面民宿 說真的在從南韓公路上下來之後 在出來橋映入我眼簾的那一刻 心中真的是無比激動 那種感覺大概就是 原來高雄到台東 是真的可以通啊 就像是在做夢一樣 而都來到台東了 當然不能放過那台東懶的海岸 所以這次很堅持 一定要從山區再給它騎到海邊 於是我們沿著池上一路往北 進入玉里 踏上了偉大的玉長公路 到了長濱之後 再接著往南 雖然我知道這樣的路線 就是在丟高啦 明明可以直接從關山到台東市區 載到富岡的 再怎麼騎 時間一定都是快上超過一個半小時的 不過比起原本的一日山橫 從玉長公路到台11線 再往南回到台東市區 還是輕鬆許多了 也剛好可以趁這段路 消化一下剛剛在南橫上 看到了點點滴滴 也是不錯啦 於是就這樣很丟高的 又多騎了超過100公里 我們終於來到了今晚下榻民宿 這次會選擇這一間 原因是因為在我上次去東南橫的時候 前一個晚上 我就是住在這裡 恩...就讓我念舊一次嘛 兄弟姐妹們 時間來到了6點多 7點了 我們又是來住這個海平面民宿 上次啊在那個南橫的影片播出之後啊 大家都一直問我說 我上次住的那間是哪一間 就叫海平面 外觀上看起來 是不是就非常的漂亮 這裡呢其實位於那個 富岡漁港的旁邊而已啦 非常近 給各位看一下 富岡漁港其實就在那邊而已 不用3分鐘的時間呢 我們就會到這個民宿了 因為上次我介紹的比較少啦 這次因為想說我們這次 到的時間比較早嘛 就來多介紹一點 大家不要看啊 這個門好像很笑 其實我們的車是可以直接騎進來 停車場 我們可以把車停在這邊 像我們的CF就停在這邊 非常的舒服 我的剛同學呢 他還養了一隻貓 非常的可愛 他非常的可愛 喵喵喵 喵喵 愛貓人士也可以來好不好 不用騎車 愛貓的人士也可以來 只知道這個管家婆 咪小花就是那隻貓 因為上次 上次來的時候 我有看到 空間館場 非常的明亮 這裡呢 晚上還可以聚會 所以我甚至覺得呢 下次我辦那個 帶觀眾去騎車 我覺得這邊也非常適合 因為 哇 這邊還有吧台 然後還有非常多座位 晚上抽獎活動 在這邊辦 一定非常的舒服 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今天晚上住的房間 到底是長什麼樣呢 現在就準備上去看一看 哥哥 那今天我們住的呢 巴黎島 沒有再好笑的 就是給你住巴黎島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走進來過了 先把東西放下來 不然太重了 造型有沒有 海島風 上面屋頂是木頭的 搭配一隻白色旋轉吊扇 非常的涼爽 個人是覺得我上次住那海賊家族呢 已經非常棒了 很有氣氛 那這次呢又更有氣氛 同樣的也是我們浴室呢 是透明的玻璃窗 與上次不一樣 上次我們陽台呢 是用白色孔不利空起來的 這次我們沒有白色孔不利 我們這是白色的這個鐵 藍杆 對鐵藍杆 然後再搭配兩張躺椅 等一下晚上的時候 我就要舒服躺著 躺椅 喝著啤酒 聽著海聲 非常的舒服 那我覺得這邊有一個缺點啦 如果你真的要看到海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早點來 但是通常我們騎車都會騎到比較晚 那如果隔天早上起來 又像我一樣又看不到日出的話 我覺得這個陽台算是稍稍浪費了 因為這個陽台真的超漂亮的 所以我決定我明天 這一次我一定要雪紙 因為上一次我說我要6點起來 結果我他媽睡到快9點 這次絕對會有日出的縮時 如果明天沒有下雨的話 我就不用多說了 接下來我就拍幾個畫面 再搭配一點我的優秀口白 給各位看 我只能說騎完南橫 再來個海平面 一天下來有山有海 又有騎到車 真的非常幸福啊 一早看到天色這麼亮 對我又睡過頭了 在吃完這個超級豐盛的早餐之後 我們也收拾行李 準備回程了 和高雄同學說再見 早上的天氣說真的不是很好 一早就霧萌萌 加上微微落下雨滴 一出發外套就快全濕了 今天就不敢像昨天那麼任性了啦 乖乖的從台11線 接到197線道之後 從陸野附近接到台9線 用最少的時間來到了關山 隨著出發後的時間越靠近中午 雨勢也越來越大 從台9線上轉入台20線 我們也踏入了 東近南橫的起點 來到中游海端站的時候 時間已經來到了超過10點半了 東近南橫在台20線上 最後一間的加油站 就是中游海端站 沒有酒吧 只有九二和九五 所以如果要加酒吧的朋友們 還是要繞到中游池上站 才有酒吧可以加 加滿油 不會逢雨 繼續啟程 不過就在過5分鐘不到 最後一間能補給的便利商店 Seven 初來門市 也出現了 在這裡我們也決定做最後一次的補給 西境的時候沒買到的東西 在東近就一次給他報復信全部買齊 我們已經從民宿出發了 然後 今天是我們回城 我們要再走南橫公路了 雨不大啦 下著茫茫的細雨好不好 不大 可是 不大 可是會捲不起來這個 這個濕道捲不起來 我們剛才去海端加油站 剛才那間加油站是這個南橫公路上 如果我們要從台東往高雄的話 是最後一間 然後這間Seven呢 是在南橫公路上 這個也是要從台東往高雄的方向 最後一間Seven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從台東回去的話 最後一間Seven一定要來這邊補給 那我覺得從南橫公路就不要騎台九線了 你一定要在台九線上的時候 那邊就轉進台二十 這樣你才可以同時夾到油 又買到東西 我們要從起點就要從最一開始開始起 而且有加油站 又有Seven 非常方便 雖然飄著茫茫的細雨 不過等一下呢 我還是想要試著飛空拍機 所以我們南橫上面見 GOGO 油加完了 補給也補給完了 接下來我們也準備一路東近南橫 下雨天有一個好處就是 人潮跟昨天比起來少了非常多 一路上幾乎都沒有車 雖然這個雨是下的越來越大 但是我沒辦法改變這個下雨的天氣嘛 旅行就是要隨遇而安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改變我們自己的行徑 所以油門完全沒有想要轉得更開 一樣老神在在放輕鬆慢慢騎 不只放輕鬆慢慢騎 甚至還要停下來好好看一看星舞橋的影子 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是我們這個舊星舞橋 這個橋叫星舞橋 八八風災 那時候這座橋呢 全部直接被沖垮 目前對岸還可以看得到對面的橋梯 舊橋梯 就跟我們現在站的這邊是 原本是連在一起的 被沖垮之後後來重建的時候呢 又蓋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新的星舞橋 所以原本的南橫公路其實就是 在到這邊的時候要往下 然後走這邊走到對面 然後就從那邊繞過去的 那個人是覺得這座星舞橋 這個橋面留在這邊呢 也是算是可以提醒我們啊 南橫公路曾經有這樣的一段歷史 那個橋都還在那邊 然後下面的石頭超大 原本其實也是應該也是類似峽谷的地形 然後目前這個河床 已經全部被沙石全部充滿了 這個水流也是流的很快 只要雨下的大一點呢 可能又再沖下來 所以 唉 我只能感嘆大自然的威力了 那我們現在真的要出發了 我們再不出發 我們可能2點沒辦法到 呵呵呵 走吧 目前在星舞橋的旁邊 還留有之前被沖斷的 舊的星舞橋橋台 讓我比較好奇的是 在這個橋台的中間 橋面的下方 有一個類似半戶外的空間 不太知道是哪來做什麼的 不過當下其實沒有想這麼多 在這裡稍微待了一下之後 我們就繼續出發了 好想要來的 可是今天天氣才是太差了 所以我們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們要過來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直接自己的 就回刀牛 首先在這邊也提醒大家 雨天如果非必要 盡量還是不要往山區裡面跑 這次是因為魯特隔一天真的有事 一定要趕回台中 所以才直接從南橫往回騎 一路上騎的也是心驚膽跳的 建議還是在好天氣的時候 再前往山區 會比較安全一些 而東近跟西近比起來 魯特是覺得東近的風景 是比西近更讓我覺得震撼啦 因為當我們來到崩壁處的時候 是可以直接從遠方 看清楚他們全貌的 不會像西近的時候 只能從公路上往上看 因為我們在這個大高山隧道 是等那個紅綠等 在騎過南橫來回之後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就是去城從高雄往台東騎 回城的時候沿著原路 從台東往高雄騎 真的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於是隨著通車 這座座孤島又重新被連接了起來 對於來往的旅人們 它是構築在群峰上的景色 但是對於山區上的部落居民們 它的意義卻遠不及如此 在明巴克路橋 我們目睹大自然的威力 讓人不容小覷 在亞口 我們看見毀滅與新生並存的奇蹟 在力道 我們俯瞰部落的寧靜祥和 在烏入峽谷 我們環視大自然的力量 無窮無盡 在南橫 有太多以逐陸英雄為名的民隧道 橋樑 他們夾雜著這些無名英雄們的汗水與艱辛 偉大 壯觀 同時令人尊敬不已 隧道 雲海 橋樑 山蘭 他們相隔13年 卻在這裡產生了奇妙的交集 而這樣的交集 就在這同一座山峰之上 同一片天空之下 未來 他將持續寫下新的故事 感謝那些默默付出的逐鹿 養鹿英雄 正是有了他們這13年來 堅定的意志 一條東西互通的南橫公路 才得以一群新的姿態 重新出現在我們眼前 而南橫 他的美麗之處 就隱藏在 這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 堅定如山的平凡之中 現在時間已經來到了我們 9點半了吧 我昨天 我昨天心思淡淡的說 我一定他媽可以6點起床 結果呢 現在時間已經9點半了 我們現在結束了在白馬亭了 不是 我們現在結束了在景觀台的拍攝 沒錯 接下來我們準備前往 尿尿 我現在只想尿尿 對你想尿尿喔 我們下去他應該有公測 好 跟大家講 每次他要回測的時候 結果他叫我在那邊拍 是以為他很帥 很帥的啊 所以我不敢直接這樣弄過去 那個我們現在騎完南橫 然後 這間應該是Seven的 時尚門市吧 這邊稍微吃個東西 因為我們從3點到現在都沒有吃東西 吃完東西之後 好可憐喔 你幾點放飯的 我下午3點放飯 然後我3點就開始了 我們從3點開始爆幹池 爆幹池 對 然後下午3點才放飯 下午3點放飯喔 我想跟你們大家說 穿尘式不是一個很好幹的 嘿唷 各位 我們現在停在 屍母橋 聽完各位所說 目前的內褲是為濕的狀態 小小的濕濕的 噢乾 好冷喔 好冷喔 趕快經過 下去沒3口就不會冷了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